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9日 本人创办的两个栏目 一个是读报点评 一个是海外奇谈 现在已经持续了快三年了 到现在为止 总点击上千万 订阅已经接近了三万 在国内产生的影响 到底怎么样 我举几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了 一个是什么呢 本人多次报道过 内蒙古纪委书记 叫刘启帆 搞内斗 不停的抓住 胡尊华的嫡系 打击这些对立派的 所谓贪官物理 这方面报道 本人做了好多次 由于这方面的压力 现在看来 刘启帆也知道了 大家可以看这篇文章 这是今天 内蒙古网站发表的 大家看一看 也就什么呢 脱贫攻击 不获全胜 绝不受赢 刘启帆在通辽寺 调研时强调 你想他是纪理书记 也不是搞农业农村的 不是搞扶贫的 为什么 内蒙古日报 在7月7号 发表这篇文章 就是向外界澄清 就是我刘启帆 不是在那广告内斗 我也在搞什么 搞扶贫 搞这个访评问苦 也在脱贫攻击 也在办这个正事 并不像你老家 这个造谣这样 在他们看来 我们的批评都随造谣 他们不会认真地接受 只是巧妙的 通过这种办法 来为自己 这个 这个澄清 所以这个非常的有趣 他其中讲到什么呢 7月4号到5号 说是内蒙古 这个自治区常委 纪委书记 建委主任刘启帆 到通辽区 指导了 这个所谓的 这个脱贫攻坚 这方面的工作 那么这是一个看点 另外一个看点呢 是重庆 那么本人多次讲到 这个胡春华到重庆之后 新华社做了报道 但是当地的媒体 没有这个及时的 这个转发这个消息 根本也没有提 市委书记陈明尔 和这个市长 唐良智 陪同他这事 结果今天才看到 重庆日报 补发的消息 7月8号 讲到什么呢 讲到胡春华 在重庆实地 督导巩固 脱贫 城谷工作 给大家看看 发这条消息 这里有一句话 非常有意思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看 就是什么呢 他说市委书记陈明尔 市委副书记唐良智 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你仔细想一想 这个词句使用的 是深思熟虑的 不是陪同 你为什么陈明尔觉得 我官比你大 别看你是国务院副总理 资历比我要 更深更广 履历比较更完整 但是呢 李习近平信任我 我是习近平的接班人 所以说我仅仅是什么呢 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这说明什么 唐良智和陈明尔 没有一起去陪同这个 胡存华 虽然你是副总理来访了 我见见你是分别见见你 查查控啊 找世界参加某一个会议 或者中午吃饭 招待招待你就完事了 你看到这个报道 就可以看出这个 官场上这些诡异的 这个政治的动向 至于说后面讲到这些 什么乌山县地处 三峡库区福地 群山广袤 峡谷幽深 等等等等 讲这些扶贫的事 都是表面文章啊 藏在这背后的 实际上是什么呢 中共高层权力斗争 你想 胡存华自私为到重庆去 实地考察这个所谓贫穷 这个脱贫成果的工作 那就证明 至少国务院李克强是不满意 认为他脱贫搞得不好 数字脱贫啊 没有真正办事事 不可能实现 习近平所承诺的啊 就小康兹年的脱贫 公关收官年的这个成就啊 所以才派胡存华去督办嘛 督办你来到我重庆 我根本就是敷衍了事 而且在报道方面 是慢了一步啊 因为 有本人这个 这个平台啊 这个做了一些 这个评书之后啊 应该讲他是感到压力啊 赶快补发这么的消息啊 证明 我不是像你老江早上这样 不陪同 胡存华 我也去了 只是我分别参加了 有关活动 那胡存华去了以后 主要是什么活动 一定是举办了有关 这个脱贫攻坚的啊 部分省市的一些会议啊 只不过是没有报道而已 或者是搞这么一个会 人家不捧场 来的人啊 寥寥无几啊 就像上司 这个胡存华 到了这个陕西 也是习家军啊 就胡和平的领地一样 从这点就可以看 中共的权力斗争啊 这是一个这个看点 还有一个看点 同样也是啊 这个旁证了 这个本人这个节目 现在目前产生的影响啊 不是我自己催去 大家看看 今天就是湖北啊 这个媒体发表这么的消息 题目是什么呢 英勇 英勇啊 是把人民生命安全 放在第一位 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抓石抓戏抓落地 什么意思呢 讲到7月8号上午 说英勇啊 到了这个防洪第一线了 去干什么呢 去查看这个山体滑坡 山洪 泥石流 这方面的情况呀 那么 而且还点到了什么 点到一个具体地点 也就是防洪的第一线呢 叫龙王庙 清水平台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这个英勇 也是到防汛第一线了 和温家宝当年一样 并不像你老家造药这样 你看我也到这个 这个龙王庙 清水平台了 但是呢 网上没有图片 也没有视频啊 这个很难讲 真假 我估计还是应该去 做网关华吧 给外界作为一个忽悠忽悠 如此而已啊 你可以看出 通过这些变动 你可以看出啊 这个本人现在这个 就独播点评 和这个海外其他节目啊 在这个自媒体的时代 你不能说 这个没有作用啊 对中共这个高官呢 还是起到一定的这个压力啊 因为他们现在中共 有一些这个部门啊 叫狱卿收集部门 也就是查看的舆论界的一些 这个评论啊 就一些这个报道啊 国内没有了 他们有其关系 那么国内的都是赞扬 海外都是批评 像我老江这样的啊 有批评有的时候 还给一点肯定啊 比较重力 言辞也不是太激励啊 或许对他们的工作 也是一个 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一个推动作用 否则的话 不会有这些变化啊 只要大家仔细的 对照官媒的一些报道 再能够收听 本人这个节目 我相信啊 你们就会 这个收益良多啊 那么今天的 海外七探节目 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 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